配备新一代顶尖尖端科技的Cropor R-wheel Drive系统 2018年式的奥迪Q5 在进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耗能测试后 获得了综合油耗9.4升的好成绩 测试车型搭载的引擎是2.0升的四缸TFSI 输出为252马力与369牛米 并配置7速双链克器自动变速型 百公里的加速需耗时5.9秒 比起上一代车款快了1.1秒 但更重要的是 该车抢压的同级具车款最省油的头线 对比后轮驱动版本的奔驰JRC300和宝马X3S-Drive28 这两车的综合油耗同为9.8升 自从首次搭载这组全时四轮传动系统以来 Q5的全时四驱系统 进行了最革命性的改良 系统本身使用电子控制的多片式离合器 以及可分离式的后轴差速器 竟然达成了完全可变的扭力分配 而这组系统仅需要250毫米不到的时间 即可完全结合 虽说油耗是同级具中最低的 但差距非常小 三款德西车可说是平分秋色 哦学什么太 rate的人 用嘴� vigil的后饭 嗯 你 嗯 你 新设统 乱